2024年最值得入手的三款苹果手机 小羊也是这两天刚到的500多台机器里面 综合了加价幅度以及性能配置 挑出了这么三款 快来看看是否有你感兴趣的 首先就是这款13 Pro 苹果的第一款满雪的高刷小屏旗舰 当然是满雪A5处理器 还拥有吊打安卓12GB的6GB运存 即便是运行多款游戏APP也是轻轻松松的 还配备1200万像素的三射配置 加上一颗激光雷达 相比前几代望远能力更强 号称是旗线水桶机 像最近捕获的这些98线的亮机电池88左右的 目前无锁256G市场报价是在4100左右 小样再出4299 还有几台是电池是90加的 小样的话也就加个100 数量不多先到先得 再来的话就是这款14PM 苹果首款零动导旗舰顶级配置顶级体验 首次用上了4800万像素主摄 拍照清晰度对比新款15没有实质性的差距 F6仿生处理器 相比上代性能提升20% 也让14PM成为了最不像苹果的挤牙膏作风的旗舰 关键是6.7英寸超大机身尺寸 注定让它的显示不会太差 目前无锁的14PM188G市场报价是5450 先给你们看看正常同行还在出多少 6299 但是小羊这里直接低至5599起 亮剧橙色的话会贵一点点 最后一款的话 小羊就不说这个具体型号了 让你们来猜一猜 同样都是满血的S5处理器 同样都是6.7英寸顶级OMLINE屏幕 续航方面更是持久到离谱 目前这款无锁188G小花橙色大概是3850 真正到你们手里面也才3999起 相比前级月的降价幅度更是高达2000块 那么你们知道是哪一款吗